大家好,金融时报12号一篇文章说中国正在从一带一路撤退 正在撤出一带路,我读完了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金融时报12号报道说根据战略级国际研究所CSIS高级研究员希尔曼他的资料 一带一路总规模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斥资援助欧洲马歇尔计划的7倍 而这个7倍是考虑通货膨胀以后的估值 中国一带一路其实和马歇尔计划相比较是马歇尔计划的7倍 本周公布的数据金融时报说 实际情况是中国与当年宣传一带一路时 曾被认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开发计划 正在成为中国一个海外借贷的危机 希尔曼说一带一路计划以一个有瑕疵的模型为范本 试图将在国内大举兴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这套模式应用到国外 不过历史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解而多以泡沫收场 中国能否避免这种命运呢 或许基于他们现在正在陷入危机债务免除国家重新协商贷款能力 若中国无法或者无意提供足够的免除空间 就可能自限于这场开发市场债务危机中心 中国和借贷国家的还款能力 中国是有协商的 如果现在没有还款能力 协商不了 它停止还贷 中国一带一路大量的向外借贷就可能收不回来 就可能产生危机 其实就是贷款危机 你要不懂的话其实就很简单 大家知道这个 我不能说马云 说这个蚂蚁金服有点恶心了 咱这样说 就是你去当铺 人家是不是也往借贷 但是他得真是你有什么抵押 你有什么东西抵押给我 然后我再借给你 你抵押东西值钱 我就借给你钱就多 这个其实也是个套路 你看这个一带一路 其实也是 中国给他的借贷 其实也是有抵押品的 各国家比如港口 资源 矿产 或者我想要的一些公司的股份 都可以 我加入 加入咱们是不是就当一个投资 借贷你这些钱 然后你可以慢慢还 你明白这个套路吗 其实我觉得 国内那些小贷公司 其实也是玩这个 只是小的一带路 反正这种国际上的借贷 我说这个一带路指的是一个带引号 因为当年日本和现在的日本也玩这个 那叫对外援助计划 美国也有 欧洲也有 援助非洲 援助中国人拿了日本多少个亿日元 那不就日本的一带路 这个一带路带引号 就各国家都有这个计划 实际都是一种在国际上 对吧 国际上一种通用行为 其实以前就有 当年中国打这个甲午战争跟日本 是吧 也是借钱嘛 中国这个好像跟英国的汇丰银行借了钱 然后当年这个左宗堂收复新疆 跟那个红顶商人 是不是 也是跟汇丰银行借的钱 跟英国人借的钱 干什么事你得借钱 借这个钱 其实英国当年汇丰向中国大清朝 向左宗堂发的钱 是吧 像这个 你说甲午战争 像中国方面借这个战争贷款 其实也是一种带引号的一带路 这会儿你就理解了 其实国际上就通行的做法 只是中国现在不是说光给你借钱 而是还给你完成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公路铁路基建 对吧 中国的产能过剩销 向外输出 对吧 那拿这个东西当成什么 当成贷款 折价给你 你听懂这个意思吧 这不是说光给你美元打到你账上 是啥 怕一帮工人 我给你修个楼 明白吧 修个水库 修一条公路 这个东西总造价多少 折成贷款 你慢慢还这个钱 你得理解啊 日本当年也是啊 日本在非洲 在东南亚 也是这个 为什么现在东南亚还有日本其他国家 对吧 你关系这么好 明白了 这都是有原因 欠人日本钱呢 欠得还多少年呢 你知道人还多少年啊 到现在还得还着日本呢 就是这些贷款啊 一旦还 那你还去吧 所以你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各个国家都有啊 所以也就是这个 金融时报这个谢尔曼他讲的 变成贷款危机啊 就是对方能不能还的轻 你这个抵押品 如果贬值了 那你拿到手里边 这里呢 你举例那房子 那个房子如果值钱 值100万 你抵押给他 比如抛去一半吧 给他押给他50万 你那王子贬值了20万30万了 你抵押给他50万 你能收回来吗 嗯 收回来吧 就是担心这个 他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你这些贷款出去的这些国家 他的资产 还有他的国家还款能力有问题 那都会成为危机 第一点啊 他资产缩水 你抵押出去的债款 收回来 对吧 你玩砸了吗 就是危机 第二点 没缩水 但是他还款能力有问题 每个月供交不起了 也要砸手里 月供还不起了 你让谁接盘 楼都造一半了 你怎么接盘 这也是危机 所以人家这个谢尔曼 他说的这个危机 只是两方面 那现在呢 他得到一些资料啊 说根据这个波士顿大学研究人员 一带路的主要资金支柱 由中央控制的这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放贷金额 从16年高峰的750亿美元 缩水到去年的只有40亿美元了 就中国也在缩减这个放贷规模 16年的是750亿美元 现在呢 40亿美元 你看这个缩缩到缩缴到710亿美元 700多亿啊 中国也在缩小 对外投资 对外这个一带路放贷 也发现风险了 金融时报指啊 这个中国的海外开发放贷啊 这种缩手的行为啊 来自于结构性的政策转向 香港的这个大学金融教授啊 叫陈志武也说 削减对外海外贷款 是中国减少对外投资 更着重国内需求的大局之一环 也是因应美中关系紧张 川普政府拿一带路为由 那么英国的这个智库啊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叫余杰 他也说北京最近采行的这个双循环政策啊 代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进一步改变 中美关系动荡 以及中国啊 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受到局限 已经促使北京最高经济策划者 从根本啊 重新思考经济成长动力来源 因此啊 自然而然缩减对海外投资资金的预算 嗯 中国这个非政府智库啊 叫全球化智库创办人 国务院总顾问啊 王叫王辉耀他认为啊 中国重新思考一带路和其海外放贷 是一种新的做法 那多透过多边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AIIB等多边组织提供贷款 中国金融机构啊 或许也会更加与国际贷款机构合作 就是自己啊 单独放贷这行为会减少 而去与比说 之前的这个日本啊 英国也加入了嘛 是不是英国也加入了 亚洲什么开发银行 就是这种金融机构呢 大家都来 是吧 大家风险共担 利益也 是吧 大家一起获利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减少自己的风险的行为 其实早就准备了 嗯 我觉得一带路呢 之前讲啊 这个美国 奥巴马的时候 其实中国你看推行到一带路 奥巴马那个时候 为什么 把中国确实啊 快堵死了 你记住 奥巴马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就是你现在可能对奥巴马并不太了解 他有些政策 当时的那个 希拉里克林顿啊 绕着中国来回飞啊 那干嘛呢 他可不是出去玩去了 他是是 其实是在围堵中国 联合着周边的国家 特别亚洲国家 想搞一个围堵中国的一个联盟 就在南海的一些搞事 然后在整个中国这个经济圈附近搞事 搞成个圈子以后把中国排除掉 你中国不就孤立了吗 就他想搞这个 那我说当时这个奥巴马啊 其实是有能力的 而搞的其实也风生水起啊 结果大选失败 这个川普上来了 一下子把这个颠覆了啊 是当时中国很多专家是偷着笑的 你看当时这个包括什么金灿荣 对吧 当时很多专家判断 哎呀 这美国要放弃领导了 美国原来是跟着一起盟友一起围堵 怎么自己把盟友给卖了 你怎么样 川普上了以后 把这个TP叫什么CPTPP TPP当时叫 一下给退群了 就当时中国还偷着笑呢 当时围堵中国最高峰的时候 中国弄出了一个一带路嘛 2015年在哈特克三 就是反击这个美国奥巴马这个政府的围堵 其实无奈之举啊 对吧 解决中国的国内产能过剩 15年16年的时候 另外一个呢 确实被美国孤立了 中国也得是不是 也得走出去啊 那么一带路这个事啊 我有自己的看法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我呢 自己认为啊 首先中国那个缩减了一带路投资啊 这是事实啊 但是这个并不一定是说 中国要放弃一带路啊 很简单 中国是不会放弃一带路的 只要有美国这个竞争 有美国的围堵 一带路都是中国对付美国围堵的一个有效手段 但并不是说一带路啊 它就是什么金山银山 中国只要加入一带路 是不是 一定是赚的盆满钵满 也不是 它是有困难的 所以美国才发现 那个穷山恶水 你往那走 阳光大道你不来 我在这设服等你 挖个坑 哦 你去走穷山恶水了 这就像当年长征嘛 你说红军为什么选择过草地爬雪山呢 道路崎岖 但是没有追兵啊 国民党也不去那地方 很难进入 所以这就是躲避敌人围堵一个很好手段 叫长征 这也就叫长征吧 一带路 类似于长征 就是不要跟他正面 人家挖好坑在前面等你呢 你自投罗网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带路还是有效的 这个资金减少啊 我虽然不了解里边的资金状况 但是我个人判断 应该是第一点啊 就是海外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 一带路国家 它本身资产价格在缩水 另外一个 有一些资产 你比如说港口 缩水的咱们也得要 不缩水涨价也得要的 已经拿到手了 投资已经结束了 其实这个世界并没你想的那样 那么有钱 这个世界很多国家的资产 其实不值什么钱的 咱们主要是站上几个重要的位置吧 该花的钱前几年都花完了 那后续呢就是有风险的了 对吧 有些资产容易贬值 有些资产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跟别的国家一起了吗 咱们一起承担风险 一起在亚投行出去投资吧 中国各自自己的投资啊 就个人的这种行为就少了 花自己钱少了 大家一起集资 一起去投 风险供单 我觉得这是更多的原因 不会说是完全就退出一带路了 一带路失败了 什么的 一带路没有失败 我说这个没有失败 说他就成功了 也不会 他只是个手段 他逃避你围堵的手段 其实你不围堵中国了 这个一带路是吧 中国呢 那反而像鸡肋一样 可搞可不搞 反而他可能真的走向 你把大陆给让开了 长征是吧 红军队伍进入大城市 长沙 然后武汉 直接北上了 北伐 上海 南京 谁跑四川去啊 谁跑那雪地里去啊 你把大陆让开 我们就去那了 谁也不去四川了 一带路不走了 就没有长征了嘛 所以一带路不是说成功还是失败 所以我觉得这些金融专家 老是拿这个赚不赚钱来评价 这一带路 我觉得你想的简单了 你说长征呢 长征是赚了还是赔了 损失可大了 长征 几十万人最后剩几万人 你说损失大不大 但是也胜利了 为啥 主力保护了 最关键的 长征活着回来的这些人 都成为未来的主要的将领了 五干 火苗保住了 你说他胜利了吗 所以你要按军纪学家说 长征也是失败 赔钱 几十万军队最后打到最后 什么 就剩一两万人跑到延安 看似是失败了 但是呢 你从另一方面讲呢 我们成功了 躲避了敌人的围堵 他也是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要多方面来看这个事 而且其实啊 一带路这些沿线国家 本身是穷山恶水 我告诉你啊 我去过 斯里兰卡我可去过 包括那个一带路沿线那些国家 什么印度 印度沿线周边 南亚的 东南亚 老挝 泰国 柬埔寨 我连文莱都去 文莱那个地方可小了 文莱没有出租车 你打电话 你到文莱得自驾 你要没有车 这在文莱真难走 他有一个公交车 在文莱绕了一圈 绕城市 就一个城市啊 文莱绕一圈 就那么几个公交站 那城市是真的啊 你到了文莱以后 你会发现这真是小啊 你说这些一带路沿线国家 对不对 确实技术是很落后的 穷山恶水 那中国也没办法 你围堵我 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出路 所以我觉得中国只要能躲避美国围堵 最后成功突围出来 有损失 我觉得也是成功的 躲避你围堵了 对吧 中国还是发展了 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 看怎么 从哪个角度看了 像金融时报这些人呢 他喜欢用一个单一的角度来看 很多事 今天我给你举个例子 很简单吧 昌征 你要从经济军事上看 失败了嘛 几十万人打了败仗嘛 这两人最后消灭了减员大半 几十万人最后剪 剩他们一万两万 红四方便军最后也是分裂了嘛 说白了就是分裂了 失败吧 军事上看像失败 然后呢 经济上他更不用算这个账了 重型武器全扔掉 最后就是轻装上任了 重型武器都没了 军事上也失败 但政治上成功了 到延安以后 他还是一股政治势力啊 虽然小了 对吧 连张学良这个地方武装 都可以威胁一下红军了 对吧 但是他是一股政治势力 他活着下来了 政治上看他是生存了 他是成功的 所以你一定要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些事啊 一带路 我希望你也换个角度看 赚不赚钱 这是有些人评判一带路的标准啊 有些人认为赚钱了就是好事 有些人认为 哎呀 只要不赚钱都失败都失败 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要看长远啊 要看长远 美国这个围堵还是一定的啊 这个拜登回来以后 在奥巴马那个政策之上还会搞 还会搞 而且我判断拜登很可能会连任 这个川普他认为太另类啊 撕裂美国社会 玩的就要过了 就算2024年啊 只要拜登能把 用他的行政手段 他有行政资源以后 能把美国稳住 再连任不是问题 其实美国很少有总统不能连任的 那几个特例啊 那是特殊原因 这川普绝对是特例 所以川普2024年 我觉得希望不大 我个人认为 民主党其实都几乎都成功连任过 就是民主党干这个事呢 他有准备 有行政资源 很多事他能 他能弄明白 所以呢 可能可能就是八年 你想啊 拜登上了以后八年 未来八年都是围堵中国的 那一带路呢 当然重要啊 你记住啊 一带路绝对不会收手 只是换一种形式 有高潮 有低谷 但绝对不会停 这这是一个底层逻辑 你得看清一带路 我觉得一带路政治啊 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作用 比这个经济上更大 更大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